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 今天是讲座最后一天 哇 大殿很庄严 灯全部都开了 好 现在我们讲经前先点灯 有些联友有参加过 有些没有参加过 所以我简要的呢 讲一下点灯程序 各位可以翻到讲义42页或43页 或者是普贤行愿品简轨第十七页跟十八 好 也看幻灯片 点灯与发愿是在佛教里面很重要的修行方法 不管在南传 北传 藏传 所有最殊胜而且最容易的方法是点灯 为什么呢 前几天有几位联友写说 师父我们家人有遇到忧郁症 我的朋友很痛苦 我怎么帮助他 第一个 点灯 今天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也观想 他不管有来没来也一起发愿 点灯 所以第一个我待会会念 然后由我传给主席还有法师 还有所有的干部 所以先把心静下来 先念六字大名咒 念完了以后 请把你的右双手捧着 当然你可以捧右手 左手你可能要拿讲义 然后一起念发愿文 发愿文呢 我会念一句你跟着我念 接下来就会请CD准备 唱颂文 唱的时候他会唱三遍 我想大部分的人呢 都已经会唱了 所以就跟着唱 唱三遍 然后呢到最后咒语的部分 就是叫满愿咒 注意看是向右旋转 我看过上次part one 有些老菩萨是向左旋转 你这样会变外道的 注意听 佛法还是中元气 是不是表演向右 从我来当然是向右 那对你来讲 向右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你的右边 你的右边 对不起 有些老菩萨左右分不清啊 你向右旋转 对是 代表圆圆满满 好 不要讲话 所以第一个 OM BENJAH ALOGE AH HONG 这个叫神变咒 请保持安静好吗 老菩萨 专心听师父讲解 了解道理了 你才知道怎么做 OM BENJAH ALOGE AH HONG 叫神变咒 观想一盏灯 变三盏 变五盏 变七盏 变无量 无边 那当然 这个当中 你要捧着灯 所以希望你小心一点 不要急 有灯打翻的话呢 你也会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别人 最后 所谓 在DAYATA的时候 才开始向右旋转 这个叫做 满愿咒 满你示出时间 所有的愿望 然后呢 这个是点灯 所以你看 点灯是非常庄严的 看下一张 幻灯片 所以我知道 下个月也是新加坡 东南亚的魏赛节 对不起 在我们台湾没有魏赛节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把出家 成道跟入涅槃 我们是分开的 那在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跟印度尼西亚 乃至部分香港 才有魏赛节 所以 我非常的祝福 所以也算是我们 魏赛节的前的点灯吧 好 所以 待会不要急 好 点灯时候呢 你点到灯 拿了灯 对不对 向右边点 然后转过来 向后点 那这样子呢 就会很快点 那点的时候呢 不要讲话 那请你专心念六字大民众 好 请合掌 华平 来教他一下 每一道 你请他相右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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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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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